《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別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說這個企站名 台灣人就叫人家柯維勒 如果你當他的名字這樣看,都挺好聽的 但是好像就... 沒有人知道你在說誰 柯維勒,即是旗贊名什麼事呢 被人家罵傀儡 更加有些疑嬰的皇友在TG上罵他走狗 呃... 衰不衰這樣說 其實你說旗贊名 是不是很親中,絕對不是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反得很厲害 好像卓維斯一樣 他有沒有那麼笨實 這個是事實來的 原來日前在英國議會下議院外交事部特別委員會的一場會議上 在涉華議題上 英國外交大臣旗贊名再次和對華鷹派正面交鋒 發生衝突 旗贊名當日就被國會工黨議員指責他是中國的走狗 對此... 或者叫傀儡 這個... 看看你怎樣去譯 傀儡好聽一點,不要叫你... 嘟嘟 對此旗贊名就說 我難道不參加國際事務 這個是外交大臣的職責 實際上真的 而且就算你和中國關係多差都好 現在的人就說 不准訪中 美國和中國關係九差 布林肯每天都說想去中國 去代不代表就是投降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要去別人的國家訪問就是投降 我就覺得不對 不會的 是要討論的 之前奧斯丁也說要和中國防長討論的 奧斯丁也要投降 而且有班人不是全部 因為現在旗贊名都是半個非裔 又是說什麼 奧斯丁也是 嚴重 奧斯丁也是 因為現在英國的內閣 當然是兩個最有權的人 柏菲文 還有是成哥 新衛城 當然是來自南亞大國 這個旗贊名就是半個非裔人士 是嗎? 之前那些茶學禮 那些賈維德 那些都是 你們比較卡布茨 看不起的地方的人 偏偏 他們全部都是第二第三代 英國真英國人 有英國護照的 而且是身居重要的職位 沒錯 連你們最討厭的簡西德 他也是繼續做 原來還沒有爭議 就算第二次了 誰叫你不接受立場訪問 他們有0.4%的票 他們說的不是我說的 很厲害 左右大局 李慧玲 你去過英國 其實他們的鄉里的票多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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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南亞裔和非裔的票很多 如果你在英國住過就知道這些票你不拿嗎? 近期其實很多歐洲的國家領導人 紛紛是訪問中國 呼籲對中國接觸 奇詹明也說過要和中國建立建設性的關係 這是他的原話 當然他也說 我有提新疆、西藏和台灣 這些是甚麼問題 奇詹明 預計今年 遲些就會訪問中國 但是唐令街方面 還沒有具體 新衛城何時訪華的計劃 都是外交部人員 首先打個頭震 會議上 大家交鋒的原因就是 奇詹明不准他訪華 怎麼這樣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難聽說 你訪華時 可以當著臉罵中國 當然不會這樣做 其實你不知道他到時的甚麼內容 但是這個工黨的議員 Chris O'Brien Chris O'Brien 就說 中國演奏曲目 中國在演奏曲目 你就跟著拍子起舞 他就說 中國已經對奇詹明發號了司令 奇詹明只會聽命於中國 不是 這個真的不是 他經常是有污衊大陸 他就說 你就是一個中國的法律 你只是按照他們的吩咐去做 我看到好像不是 他有甚麼是按照中國的吩咐去做 奇詹明說 我現在是做外交大臣該做的事 參與國際事務 難道中國不是國際事務一部份 外交大臣的工作就是和外國政府接觸 包括和我們在某些議題上有分歧的政府 他就說 我完全反對中方對英國議員的制裁 這些都是罵中國的 但是作為外交大臣的職責 是確保自己能夠尋求私家的影響 其實他們很簡單 他們的想法就是不准接觸 不接觸 不接觸 不罕見 以及不理會 其實人家不理會 人家也不理會 外交大臣沒有什麼好做 還是和英聯邦國家接觸 這樣 或者只是和台灣的接觸 有些少少像駝尿 被客直白 奇詹明呢 我們當然 公是公非 他肯定是有污衊中國 但是他說的話也是對的 你沒理由不接觸 他亦說自己在和中方代表的每次會晤當中 和對話當中都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將會繼續堅守自己的價值 奇詹明也說 除非你能夠拿出證據來支持你的說法 否則 麻煩你收回你的言論 叫我傀儡 因為不準確 而且我認為這是非常無禮 因為之前奇詹明不是見了韓正 而英皇友罵他為何要見他 你請得他來便要見他 就是這麼簡單 沒錯 而且你不見他便想表達的事情表達不到 是一個外交禮儀 如果你真的和那個人 任何一個人不想和他接觸的話 你根本請也不需要請他來 你請了他來 然後你不和他有什麼交流 有什麼時候不理他 是很無禮的 其實奇詹明的意思是怎樣也要接觸 即使說他也要接觸 這些對華英派就是不讓別人去中國 好笑 另外這個摩洛呢 好像有些事情未做完 這個保守黨前黨魁 Ian Duncan Smith 你不是說支持這個blockchain到底嗎 好笑 好像沒有什麼下文 沒有人理會 他就說 如果奇詹明訪華將他保守黨 黨內引起強烈的反對 是不是指卓慧斯 在一個幾月前 奇詹明亦主張和中國接觸 以及建立建設性關係 已經受到我們的批評是你 奇詹明接受訪問時 就說 在議會當中受到一些最親密朋友的批評 雖然自己會聽取他們的意見 但是朋友關係不意味著 對所有的意見都是保持一致 在一些事情上 和中國反抗是艱難的 而只有通過和中國接觸才行 你什麼都犯 不如談一談吧 其實去年10月 身為承擔任首相以來 英國重新調整對華政策 立場一度變得更加強硬 但是近期 具體對華政策和現行上 都出現反反復覆 有時而好硬有時也沒有那麼強硬 今年3月13日英國發布的安全防 無及外交政策綜合評估報告 將中國定義為或時代的挑戰 這份報告就說 英國將加大資金投入 進一步提高政府人員 了解和應對中國事務的能力 已參與到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 3月14日時 紀詐明接受訪問時 就說如果有必要 英國應該和中國對分期進行直率 和直率的對抗性對話 但是到了4月18日 他也說鑑於目前中國在國際事務當中影響力 英國應該定期和中國進行密切接觸 但是他亦亂說 台灣問題不是中國的內政 蛤?不是吧 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另外 4月25日 其詐明在位於倫敦金融城的倫敦市長官邸 就是簡洗德的官邸 發表政策演說 說明英國對中國的立場 他呼籲 英國必須和中國接觸 建立強勁和建設性的新型雙邊關係 而非在一場所謂新冷戰當中孤立中國 這件事那些黃友不說 他不敢說不孤立中國這句話 路小也不敢說 他就說了後面那句 就說新疆、香港和台灣問題有提 他有提的 他真的有提 因為他就說 如果孤立中國 就可能會影響英國的經濟利益 不可能是絕對會的 並且限制西方對氣候變化和核擴散的共同挑戰能力 5月17日 新衛城放棄了競選承諾 就說不會關閉孔子學院 遭到黨內對華英派批評 還有一群黃友的批評 其實企鎮明說 建立強勁和建設性的新型雙邊關係 有些人都說他走狗 是否應該倒過來說 建立強勁和建設性的對抗關係 你們對抗嗎?你們當兵嗎? 我想問一下你們是帶西洋 你們是否去到印太地區 是否佔領香港之後 交給英國龜英派 這些傻佬 有些傻佬這樣 這個好笑 真是得淡笑 你說出來已經是 人家已經覺得你不是正常人 是的 現在當然了 香港已經回歸了中國 背後這麼強大 中國怎麼會動手 你想想 其他非洲自己獨立 他有沒有拿回 大把非洲國家有資源 他有沒有拿回 沒有 就是去那裡觀禮 祝學別人獨立 5月25日 英國外交部 向英國國會提交 所謂香港半年報告 就是2022年7月到12月 報告當然是抹黑 亦對香港事部指手滑腳 干涉中國內政 在5月底一次國防會上 這個新衛城 就承諾在中國對他們經濟安全 全構成重大威脅時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方法 但他同時亦都說 這並不是全面陷入保護主義的藉口 即是不可以不同中國做生意 是甚麼意思 之後 我們也提過 英國外交前外交大臣 麥當勞先生 在接受英國媒體訪問時 就說雖然英國依然可以在國際舞台上 是一個重要的國家 但是最多只能做一個軟實力大哥 問題在於英國依然想要加入這個講究 硬實力的棋局當中 但是我們事實上已經再不具備那種程度的資源 英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大國 中型國家 台灣問題應該是英國檢驗新世界觀的機會 他就認為英國不應該將中國變成敵人 至少我個人認為 對華立場 是倫敦和華盛頓分道揚表的起點 這件事我覺得 就不會 因為其實他始終都是需要靠美國佬 不過這樣說美國佬也沒有以前那麼行 現在都說要見面 最搞笑的是 剛剛我們說的 已經忘記了Block Chan 就是萬城事件的香港男主角 幫他幫到底 有什麼幫到呢 Ian Duncan Smith 他就是企鑽名 就是一塊濕了的桌布 他想飛到中國 就是和每一個侵害人權的政客 見面 對於我們國家構成重大的利益損害 其實我覺得 你如果和中國有什麼大的衝突 可能最大利益損害就是英國 當然了 台媒當然說 每日郵報更加引述一位匿名人士 如果旗詐名一意孤行訪問中國 新委成政府 將會有部長級官員辭職抗議 你不是傻嗎 整個政府內部已經同意了這個方向 才去做的 如果你不同意 一早就像 為什麼要等到現在 如果像卓韋斯 應該是不做大臣的 對華英派的大臣 也罵卓韋斯 說他搞亂這個對中政策 如果你在當時覺得這個政策是錯的 你可以提出反對 如果新委成政府大部分都不理你 你那時候辭職就有用 你現在可以說是 以成定局的情況之下 你還辭職會不會太遲 反應 另外 旗詐名應該也有點惹忘了 因為英國剛剛有遊客出了大事件 剛剛 這個當然外交部 他的外交部肯定要搞 就是英國的旅遊公司 發布了聲明 說埃及紅海發生了一宗 叫做 船的消防事故 造成三名參加潛水行程的英國人 很不幸地離開人世 這艘船的名字叫巨峰 船在格林威治時間 11號5點 現在才報了 11號5點30分 就是被烈焰 吞了 很嚴重 當然這些全部是初步消息 因為你知道去到北非 除了三名離世人士之外 同行的12名人和14名工作人員 現在就說 那麽糟糕 只有那三名離世 為什麽呢 因為那三名選擇不下水 即是有下水的全部都出現 不是 有下水的就沒事 有下水 因為是消防事故 下水反而是安全了 即是那一刻 當然現在 旗暫明都說要派人去了解 因為他當時 船長和兩名潛水指導員 打算找這三個人 但是海上有消防事故 最後只可以是船就不要了 只可以這樣 否則自己也不得了 旗暫明當然也說 現在正在聯絡地方當局 了解這件事 並且提供支援給捲入這件事的英國人 都是很多東西 這些 出去玩都是 小心 但你又無法小心 這些特別之外 真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網友 下次再為大家分析其他議題 就這樣 拜拜